光复乡地区接二连三发生七级车窃盗案件 光复分驻所长吴明远深感不寻常 立刻乘报分局并组成钻案小组 经过鹰眼小组调阅案发现场以及附近路口监视器 发现均为同一窃盗所为 而警方寻线前往封冰箱逮捕曾姓嫌犯 待反征讯后送办 明峰淳浦的光复地区怎么会接二连三发生七级车窃盗案件事件 受理民众报案的所长吴明远 眉头一皱认为不寻常 即刻乘报分局并组成钻案小组 经鹰眼小组调阅案发现场以及附近路口监视器 赫然发现皆为同一窃监所为 因此寻线将人逮捕 警方寻线所为因此寻线将人逮捕 前往封冰箱逮捕曾姓男子 同时附带搜索查获曾姓男子持有折叠刀 手腕刀以及三截伸缩铁棍 账物包含了七机车钥匙 行动电源 手机以及皮夹等等 即刻将他代反征讯 讯后依窃盗罪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 后续侦办 不仅如此真心嫌犯也因窃盗案未到庭 以遭基隆地方法院发布通缉在案 讯后真嫌解送至基隆地方法院归案 此外警方也进一步表示 由于上有张物等待任领 也呼吁光复地区近期曾有物品招欠的民众 尽快前往指认领取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我正在找几个年代的公共东方款 请记者不吝光复采访报导 请记者不吝光复采访报导 买 诞讯 一堵